好 那麼河山 河山在哪裡 在屏東 河山場第一次模擬 被飛彈攻擊 飛彈去打 河山場會怎樣 那這是今年也是第一次 希望在受攻擊的下面 能夠確保河安 理論上講 核電廠是不應該受到攻擊的 理論上到現在為止 全世界等下俄屋戰爭 其實也沒有用飛彈去打核電廠 其實並沒有 聯合國有規定 不打核電廠 不打水壩 所以但是他們反而演習 模擬一下 看到底怎樣 另外核電到底是不是綠電 陳建仁上次在立法院說 核電是綠電只是核廢料 處理比較麻煩 然後希望以後用核融合 其實陳建仁大概是這一次 我就講說陳建仁這輩子 應該我想他看不到核融合 哪那麼容易核融合 那個科學家搞了多久都搞不出來 去年還前年在歐洲搞出來高興死了 為什麼 就是說 他們用核融合產生的電 比輸進去的電高一點 就成功了 差遠了 陳建仁現在就說 他現在不敢跟你講了 核電是不是綠電 他說核融合如果有就是綠電 不是講廢話嗎 因為核融合是太陽 沒有核廢料 他之前講的明明是核能是綠電 只是有核廢料 未來希望用核融合 原來是這樣子 陳建仁說不只台灣在炒 核電是不是綠電 全世界都在炒 但是人家有結論 歐洲有結論 表決核電是綠電300多票 贏那個認為不是的200多票 有結論就是這樣子 另外陳建仁說非核家園是共識 政策誰給你的共識 你是全民共識 你民進黨的共識 所以政策不變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非核家園 因為柯文哲還沒有說 2013年核電會佔一層 就是核三 核三因為它的那個 將來它放廢料的主存潮比較大 因為它比較新 這個廠 所以而且它的產生廢料可能少一點 所以核三將來還可以繼續用 如果要繼續用的話 核三大概就佔從我們發電的一層 陳建仁說不負人民期望 也不是可行方向 核三要把你幹掉 所以民眾黨團就批說 民進黨說法是兩面騙票 這邊也騙 那邊也騙票 到底怎麼我們看一下 陳建仁到底怎麼講 核能如果要取得這個綠電融資的話 是有很嚴格的規定 需要對於核廢料的處理 要有很好的這個處置 並且R100並沒有包括這個核電在裡面 臺灣的核電廠對於核廢料的處理 並沒有達到這樣的一個目標 所以我們政府會繼續朝 減碳 蒸氣 斬濾 還有飛河這個方向來繼續努力 梁志涵 我覺得民進黨非常讓人家無法理解 或者是甚至是讓大家覺得 非常荒謬的地方就是 一個政府他的行政院長 跟他的經濟部長 竟然可以有兩套說法 對於能源的議題 大家對於這麼重要的國安的議題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能源的議題 它不只是涉及到產業的發展 還有國家未來的方向 甚至是國安 也就是說它的整個佔比 你要用多少的燃氣 要用多少的燃煤 要用多少的核電 要用多少的再生能源 這個是涉及到國安層面的 如果你的能源的來源太單一的話 其實對於臺灣來說是非常危險的 臺灣至少有97 98%以上的能源是靠進口 好 那如果說一旦 如果發生了什麼樣子的危機 我們都知道那個天然氣 要是沒有辦法穩定的供應的話 這是一個國安的危機 你的任何產業 還有你的國家 沒有辦法穩定的發展 至於他們現在一直在聚焦 那個名詞解釋 我都覺得這個選舉怎麼搞得 好像在考研究所 大家都在解釋名詞 我們大家都知道 即便在歐盟 對於核電算不算是綠電 各個國家都有不同的一個看法 但是這個是大家對於這些電力 它的來源 還有它能不能夠處理 這個核廢量能不能處理 彼此之間有一些不同的概念的問題 但是一個國家的行政院長跟經濟部長 你怎麼可以有兩個不同的想法呢 那我覺得行政院長 就是陳建仁院長他講的也很好笑 他說他一下說 他認為這個核電是綠電 然後一下說R100是沒有包含核電的 這個我們大家也都知道 問題就在於臺灣的綠電就是不夠嘛 臺灣的綠電現在很多的企業已經加入R100 就是一定要用100%的綠電 否則的話他在關稅 或者是很多東西就會碰到問題 而現在很多的大企業 包含台積電 很多的科技業半導體業 他們就是直接去購買了綠電 把綠電通通買光了 其他的中小企業怎麼辦 沒有綠電可以買了 好 除了綠電不夠之外 如果說你的綠電都要給這些半導體業 或科技業來使用的話 那麼其他的電力穩定供應又從何而來 所以你總要告訴我你的缺口何而來 如果你不用核電的話 你至少有10%的 這個記載電力是不夠的 好 那如果說民進黨還堅持要非核家園的話 就請你們大膽的喊出來 2025民進黨還是堅持你的兩大神主牌 台獨還有非核家園 敢不敢堅持 不要老凶兩套說法 然後變來變去 人民都搞不清楚 還有你的佔比到底是多少 如果說你認為10%的核電要完全的去除 而且就在明年囉 後年2025 就要通過非核家園的話 大膽的告訴人民 告訴台灣的企業 告訴所有的外資企業 因為所有的外資也在看 我們的能源政策到底是怎麼樣 其實我們最近又接到了很多的外資企業 還有像是美國商會 歐洲商會 他們都非常非常關心 我們的所有的總統候選人 到底你的能源政策是什麼 你能不能夠有一個穩定的能源的來源 這個是關注於關係他們到底要不要 繼續投資台灣的一個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來 靖雄 非核家園一度是朝野的共識 一度 經過公投之後大概就開始分歧 再加上院長最近講話 陳建仁他說核電是綠電 也嚇我一大跳 然後這個經濟部長說不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確實一團亂 其中我第一個Shock是在哪裡 是賴清德副總統他說 備用說必要的時候起用 那也引起很大的一個震撼 民進黨現在就碰到一個問題 到底非核是不是民進黨的這個基本主張 到目前為止我認為還是 那沒有錯 就是說我們在非核的情況下 就不用核 而且是逐步太除 現在的核電的情況下 這個缺口到底怎麼來 大概現在提到的是燃氣 那燃氣顯然是相當不安全的 因為它的儲備量安全存量 大概不超過10天 所以一圍如果超過10天 大概台灣就開始出問題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回歸 民進黨應該要修正 就是回歸一個相當重要的 一個立場叫做能源安全 以台灣現在所碰到的一個國際狀態 能源安全是高於所謂的核不核 這麼樣的一個議題 但是你核如果說都廢了以後 要像我們的副總統所說的 要備用也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現在碰到 不是說用就用了 沒有錯 大概你要搞這個 大概也要經過半年一載 好幾年 這個最快的話 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所有的總統候選人 都應該好好去處理這一塊 沒有一個安全的一個能源政策 我看得太難聽了 就沒有主機做總統了 佩俊 基本上我覺得這個 陳建仁所說的 非核家園是共識 這句話以他想要 財穩的立場來說 我覺得基本上就規則 因為2021年的重啟核四公投 雖然沒有過 但是2018的這個 以核養綠的公投 已經很明確的通過了 所以這就告訴大家 電業法裡面講的說 這個核能發電設備 要於民國114年前 全部停止運轉 這一條是透過 全民共同去廢止的 那現在核電 基本上在未來幾年不存在 是因為民進黨 不願意重啟核四 然後也不辦理 核一核二的研議 所以這是我認為是 民進黨黨內 做出來的共識 政治決定 而不是基於2025年 要非核家園的全民共識 因為2018年的 公投的全民共識 是不要非核家園 這個是很明確的 那蔡政府的第二屆 其實我覺得他在很多立場的 這個表態上面 已經比剛剛從政 剛剛就任的時候 已經軟化很多了 也比這個 包括核能這個議題 基本上在貶政府的時候 拿來當神主牌 那是很神聖不可侵犯 對民進黨來說 那現在看起來 蔡英文這七年的態度 已經不斷的在鬆動 跟軟化當中 比如說蔡英文 2010反福茂的時候 還有反美牛美豬的時候 喊得好像只要通過 台灣就要滅亡了 可是上台七年至今 快要第八年了 始終不敢終止福茂 那甚至也通過了 這個萊豬也開放了 那陳建仁開始公開表態說 這個ECFA沒有辦法終止 現在又加碼還說 這個核電其實也是綠電 其實我覺得他是在鋪一個哏 鋪什麼哏呢 就是鋪 賴清德一旦假設真的當選 他還要繼續靠ECFA賺大錢 甚至你要想 可能會轉彎再繼續使用核電 那以防到時候被人家說是法夾彎 所以現在先給他搞一個待轉區 但是我覺得中華民國 現在的這個政治環境 也不是說沒有左轉道 如果以道路來比喻 不是說沒有左轉道 也不是說沒有方向燈 你蔡政府要過十字路口 民進黨要過十字路口 你提前變換車道打好方向燈 不要搞得險象還生 現在後車有意見 你就怪人家說 你沒有看到嗎 時空背景不同 當然陳建仁是夾在兩者之間 一個夾在李遠澤之間 因為李遠澤就為了蔡英文說 2025以後不是我當總統 我管他的能源怎樣 李遠澤非常生氣 要跟蔡英文翻臉 陳建仁跟中原院派 所以他知道李遠澤 恨死了民進黨這樣講 你搞什麼鬼 然後但是講話以後 民進黨立刻打他臉 然後王美華就說 核電不是綠電 所以他夾這可不可憐 最高行政院行政首長 居然還在夾在兩牆之間 兩大之間難為小 休息一下再回來 好 侯友宜昨天說火車不等人 昨天講禮拜五最後期限 柯文哲昨天有說我不堅持全民調 昨天這樣講 但他們說讓步都沒讓步 這兩個人都氣得我 都帶狀泡枕了 他們說我美力低 我美力什麼低 我美力高得很 最近長這個 天天在想到他們該怎樣 憂國憂民 而且很多基層民 天天談LINE打電話給我 各種提供各種方式 有抽籤的 有紙骰子的 有到廟裡拔筷的 通通有 各種都有 所以說到現在為止 其實基本上都沒讓 也就是說國民黨 他只是變形版開放初選 柯文哲一想說 開放初選 我給你選什麼東西 對不對 等於是 那是我的死穴 對不對 你那個基層實力那麼強 我跟你選什麼開放初選 柯文哲就叫全民調 侯友宜我覺得他從那個民調 原來很高 40% 變成20%他對民調不太有信心的 他可能還在想 你們這些民調機構 到底怎麼回事 反正他不太有信心 所以聽到民調 他就不要 我不要民調 所以那是侯友宜的死穴是民調 柯文哲的死穴就是開放初選 所以兩個讓 讓 每次都讓步 都說我可以讓 他根本沒讓步 對不對 柯文哲說 好了 原來柯侯佩可以放在 柯侯佩 侯克佩放在選單上 原來說不行有侯友宜的 後來說可以的 但是下面有一個 要公平 公開 公正的辦法 那辦法就不要搞死了 侯友宜這邊也說 對不對 我可以當富的 不一定是正的 然後但是我不要全民調 我要開放出錢 占50%也沒讓 所以到最後 到現在 今天各提一個版本 今天提了什麼版本 國民黨說他跟智庫去商量 參考日德模式 讓小雞選母雞 就是讓立委候選人 他的理論是說 立委候選一定會選一個最小母雞 因為攸關他的選情 所以他如果說 而且並密投票 如果立委覺得說 柯文哲去參選 他說幫我站台 對我比較有利 他就選柯文哲 他也有 他不是完全沒有理論 他也有他的想法 但是柯文哲當然不同意 你60幾個候選人 我民眾就11個候選人 誰知道你會怎麼 你講秘密投票 誰知道你投票是什麼樣子 所以柯文哲一定不願意 不用想他一定不會願意的 我是柯文哲我也不會願意 不過柯文哲今天有實質有讓步 不是沒讓步 柯文哲今天是真的有讓步 就是說如果民調 在誤差範圍之內算我輸 這點有讓步 因為現在他們大概抽1068點差不多 大概正負3.2 3.3 所以那就是我一你三派算我輸 這點是有讓 好 到底怎麼樣 我們看一下 昨天朱立倫主席有跟我通過電話 我還是感謝他費盡心思 去提出一個新的方案 他後來提出了有日本模式跟美國模式 我還是相信科學 只有全民調才能夠真正反應民意 達到選出在野最強的組合 還是由贏的參選總統輸的來當副手 不過我也願意退讓你知道 就算是全民調如果在統計互差範圍內 我們還是願意當副手來達到政黨輪替的目標 他的意思就是說你知道 如果比全民調就算是贏的 但是他的贏的範圍 贏的差距沒有達到統計上有意義的差距的話 我們還是願意當副手來達到政黨輪替的目標 我也特別跟侯市長 侯友宜總統參選人立刻通了電話 侯友宜只有一句回答 完全尊重黨中央 完全尊重我們這些學者專家的設計 因為我們已經有一個共識 就不要再回到全民調 也不要再回到所謂的民主初選 而這兩個方法 一方面是國際上大家都比較常用的 第二個也非常的簡單 非常的快速 而且基本上我們把絕大部分的投票 都用民意調查來取代 總統參選人從來沒有講過 今天是所謂的截止日 這一點我想柯主席一定要很清楚 這是媒體設下的 不是朱立倫講的 更不是侯友宜講的 老闆你怎麼看 他們兩個今天提出來新的方案 讓我很感慨 你想我優國優民的程度遠超過 有嗎 但是我不長套枕 為什麼你超過我你怎麼知道 就是你優國優民的方法要正向 要積極 不能太負面 負面泡枕就跑出來了 那我向你報告 前天到前天為止 到底藍白猴會不會成功 絕大作者認為破局了 認為會成功的少數 但少數又分成兩類 少數裡頭的多數認為說會成功 但是國民黨一定要贊同全民調 這個全民調不答應 這個也算破了 所以說好會成而且不需要投票 也不需要民調的 全國只剩下三個 那這三個裡頭的兩個 昨天變了 昨天也說大概破了 所以全台灣現在只剩下我 那兩個是誰 對 那一個是陳松山 以前阿扁的 當公司主任 對 還有一個是吳子佳 吳子佳是看形勢 那阿扁的主任是說 這個科幣不見得非要總統不可 因為他自在也許有辦法 讓他當行政員長 他也許可以吞得下去 他們兩個人昨天跑了 所以剩下我一個人 你想 我很緊張嗎 不會 我緊張我就長炮症 你知道嗎 我不緊張 我感到很刺激 很刺激 尤其是我跟你講 我前天去參加黃偉翰 昨天早上 黃偉翰把我打得滿臉豆花 聽說你在節目 把我們都罵一頓這樣子 不是 不是 黃偉翰是吃了太多科幣的口水 就是科幣講什麼他都相信 我說你這個主持人怎麼可以這樣 怎麼科幣餵你毒藥你也吃了 餵你糖蜜你也吃了 然後吃了沒有關係 你照講不誤 這個不像吧 這不是第一流的主持人 但是我出來是很萎靡不正 很挫折 但是後來科幣講了 他說我們要堅持要全民調 我趕快打電話給黃偉翰 我說我看到隧道的鏡頭有光 有光 因為他不堅持全民調 他還是堅持 沒有不堅持 不是 你聽我講 那個是在這個的前面 好吧 偉翰怎麼講你知道 他說那個不是退讓 他是無奈 我就聽不懂了 無奈 無奈怎麼會這樣 好 現在後來才演變成說 原來國民黨的黨中央 給他兩個方案 就小級投票方案 小級投票方案是可笑的 那個明明是要欺負人家的 你六十幾個提名跟人家十一個 你怎麼比你打五折也不行 所以你記得一個禮拜前 在本節目我有提了一個 對國民黨的建議 就是說有六個不 有六個不可以做的 為什麼 因為你那六個做了以後 你就是在蹭科幣 你就是在天彩火讓他有戲唱 你等於就是幫他造勢 你這段期間上個禮拜以後 你絕對不要做哪些 看他有什麼戲唱 那我今天就把那個重新再提出來 六個就是這裡 就是你不要再提新的最後通牒 你不要提新的方案 這裡有六個 這裡有六個 NO 你曉得國民黨黨中央 沒有一條遵守 這個真的是我本來罵他 我本來用過他 你們的製作單位說那個不能用 NCC不准 所以他改為一個X 他說改了一個X 我要怎麼罵都可以 我講了好幾個 他們都說不可以 所以就只有一個X 我覺得你好可笑 你這個通通沒有遵守 你這個本來科幣 我覺得有一點要退上 因為我才科幣最後會說OK 但是羅志強就說他OK 你要給他有樓梯隔下 羅志強你錯了 科幣這個人只要願意下來 他樓梯一秒鐘就走 自己會找到 對 他就說全國統包面 我們為了台灣的第三波 民主改革 我願意去救 他就樓梯就成了 對不對 但是他這個小低投票方案 實在太好笑了 而且可不可以又回來了 可不可以說 我要前民投票 我要前民民調 你看你就他本來願意上的 現在又不上的 你看國民黨真的是 國民黨是哪些人 有沒有找你討論 哪些人討論出來 我每個禮拜會跟朱主席 開一次會 但是在意見交換的程度 我要跟各位報告 大家想一想 台灣到底是 我們的現任體制是什麼體制 台灣的現任體制 跟日本跟德國是不一樣的 內閣制有沒有 那人家是內閣制 內閣制可以用我做頭 或者我做總理 大家其他部分 台灣是基本上是 很純粹的總統制 總統制 誰當了政以後 我行政院是全拿 立法院看是按照人數 我們現在看 我們把民黨拉下來 總統去決定內閣的人事 立法院大家再來談 但是如果我總統 我總統拿不下來的時候 又另外一種考量 我要真的要跟大家報告 如果柯文哲的堅持 最後若是他贏的話 國民黨存在的價值是什麼 大家得 這是政治現實 這必須得回到政治現實 所以我是覺得 現在最後決定 如果說最後談得 不是很順喪 最後決定是誰 也不是這兩個總統候選人 是老百姓 老百姓要考慮的 第一件事情是 我到底要不要政黨輪替 如果說我不在乎 是要政黨輪替 剩下說我們這兩個黨 國民黨跟民眾黨 大家比誰票比較多 隨便 最後結果是隨便 但是我是真的覺得 人民要想清楚 我們的制度跟德國 日本 不太一樣 所以說納入 納入我們的立委參選人 也不失為一種想法 因為立法院 立法院最後誰會來 如果說要變成超過一半 那兩黨必須得合作 不是這樣子嗎 休息一下再會 再次見 下次見 再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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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